值数的判断 那值数的判断当然就是说 请输入一个值 它是不是一个那个值数 请输入一个整数 比如说这个整数的话是62是不是 不是 OK 它不是 那如果我输入一个数字是 假设是17 是 OK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另外的话呢 还有Mine-Ci 后面还有这个 Mine-Ci是12个月份 比如说呢 我丢出一个什么呢 不不 应该是这个 就把它停掉 假设我今天呢 输入一个什么呢 输入一个月份的英文 请问一下这是几月 当然这边的话会有几个 就是无穷回圈 所以无穷回圈 如果你答错 你出不来 除非你答对 这个时候的话就需要换回圈 因为发回圈 它不知道说你什么时候答对 因为你不可能说 我大概猜你三次答对 那如果你三次没答对呢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地方就要无穷回 就是一直让它进到回圈 直到它答对就跳离 所以这边的话会有个File 1 1的话实际上这边就是True 就是意思就是说 一直进入到回圈 直到它答对 所以这边的话 假如输入二月 它会输入答错了 输入三月还是答错了 如果输入一月的话呢 就答对了 就跳离回圈了 OK 这一题的大概就是这样 关键的地方就是什么 坏有1 这边就是说1冒号 这个还蛮好用的 如果你今天呢 是要让它不断打 不断打 你就坏有1冒号 就可以了 最简单 当然你也可以写成 一般坊间 也会把它写成什么 写成坏有True True也可以啦 其实True 其实就是1 在那个Python里面的话 False是0 然后True是1 其实VBA也一样 好像其他地方都一样 所以呢 因为你打True跟打1 好像打1比较简单 所以我后来都记1 比较快 当它答对之后的话呢 就配合一个什么 break OK 所以换我1冒号 配合一个break 就跳离 再来的话 拆数字 后面还有一道题是 请拆一个什么 1到20之间的数字 所以1到20之间的数字呢 那假设我今天拆一个10 Enter 马上答对了 太快了 它乱数 所以这边的话 会有一个乱数 我再输一个10 它会出现什么 太低或太高 如果你拆的数字太低 它会跟你讲说 太低的高 如果你拆的太高 它会太高的低一点 那比如说呢 如果太低了 那我再出15 Enter 又答对了 所以其实 那当然这个地方你可以 假设你不要是1到20 你可以是1到更多 1到50好了 那你可以让它的范围加大 它就比较不容易 那么快答对 甚至后面我还有限制什么 只能拆6次 就它如果拆太多次不行 你只能拆6次 最多就不行了 你就乱拆 OK 那另外还有个猜拳 剪刀石头布 比如说我今天 它会出现什么 剪刀石头布 那我模拟跟电脑 做什么 做那个 有点像跟它玩游戏 但是这一题 有个缺点就是 没有办法记录 其实未来你也可以 记录到资料布 比如说跟它对战 甚至还可以连线 你又发云端 还可以跟别人一起 剪刀石头布 然后看谁比较多 比较厉害 有点像玩游戏 那这个地方的话有1234 输入代表剪刀石头布跟结束 比如说输入1 就是我出剪刀 Enter 那电脑会配合 就乱速跑一个剪刀石头布 跟我比一下 电脑出什么 剪刀 那我要把那个结果输出 平手 所以第一次平手 第二次我出石头 Enter 然后电脑出了什么 出了布 结果我输了 所以输 当然最好是可以加 就是说比14看谁多还是谁少 最后如果要结束的话就输入4 结束 退出了 OK 大概会有这几题 云端上其实都有参考答案 因为时间不是那么够 所以我大概说一下刚刚这几题 其中的话 我们先来看第一题 直数的判断 直数判断的话呢 刚刚有提过 第一个就是输入一个数字 比如输入一个15 Enter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要怎么去判断是否为直数 Enter它不是一个 那这边的话呢 我的判断方法是这样 第一个 我会在上面多增加一个变数 叫Reround 这个Reround名称你自己取的 你叫其他名称都OK 预设值等于True OK 也就是说 先把那个直数先改成 就是它是一个直数 如果它不是直数的话 就是它不能 意思是说 我先把它Default值是True 再来就是它如果都不能整除 就把它改成False 表示它不是一个直数 反之就是 所以 再来的话就是 用那个请输入一个整数 但是我前面讲过了 Input一定是 Input 假如说15的话 Input一定会是这样子 所以我可以用Int 把它转成直区里面的东西 或者用EValue也可以 这边前面有讲过 你也可以用EValue 然后转过来之后 它就是15 那For I等于InRange 从2 E不用 因为E一定整除 到它自己15放进来的前一个 所以它是2到14 做什么呢 做互求余数的部分 所以我余数 如果它这个值除以某一个数字的话 能够整除 能够等于0表示整除了 那我就怎么样呢 如果能整除就把Reyout改成False 表示说它就不是一个直数了 OK 那预设值 我跟大家讲 应该是等于True 它就是直数 就是一直都没有的话 那如果它已经是整除了 那就不用再找了 因为它已经不是直数了 不是直数的话就break了 就不用再进到那个False回圈了 而是怎样 直接跳离到下面的判断 那如果呢 它等于False的话 那就表示说它不是直数 反之就是直数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OK 那我们刚刚秀给各位看 因为15了 应该跑到多少 15 大概I等于3的话 应该就整除了 所以整除它就跳了 你跳到这边 它就输出什么 不是一个直数了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了 但是不过这样写完之后 就有同学说 老师这个好像有点太复杂了 有些东西 可不可以让它简化 因为它如果已经 已经是整除了 就直接输出什么 输出不是就好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Result好像有点不太需要 为什么 Result假设 我今天假如Result这个 假如不要 我就直接怎么样 直接把这一行print 直接丢到这里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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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边的话呢 这两行就不用了 把它Delete掉 这样更精简的 可是会有个问题 你想说 为什么老师你刚刚不这样写 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之后的话 请输入15 Enter 它实际上就是3 然后整除之后 Break 可是特别注意 Break是什么呢 Break这个4回圈 它会怎么样 还执行这一行 所以你会发现 知识人会多一个reail 是因为 会变成说 如果假如你即便Break 他还是会执行这个 会变成说 他先执行什么 他先什么 他整除了 他应该先执行 Break 他应该要 应该要这个 这个应该要在前面才对 他Break 可是他应该会先 他输出这个 再执行一次 Enter 他会先执行这个 然后Break 又执行这个 但如果说你今天 假如你输入的是 一个整除是17 17是直数 Enter 这个OK 为什么 因为他就不会整除 就不会执行这一行 直接跳这个 所以理论上 直数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不是直数 他会变成跳两方 那怎么办呢 其实有个方法 你干脆就是 到这边结束之后 就不要执行下面这一行 意思就是 怎么样 到这一行为止 下面就不要执行 所以如果下面不要执行的话 你要让程式强制跳离的话 特别重要 强制跳离 你可能要用 一个OS的一个 一个类别 所以你要Import 那这个OS类别 它 虽然已经装了 但是它没有帮你Import进来 所以你并且说你要先 如果你要用OS这个类别的话 那你要先Import 再来的话 在Break下面这一行 加一个OS 点 里面有个方法 就是强制跳离 强制跳离的话 就是打一个Exit Exit 不过它这个Exit 好像多一个底线 所以选这个 点两下 后面Status 给补0 0的话就是说 直接跳离 这个意思 不要给任何的状态 就是直接跳离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不用刚刚的那个 Result 这个True Force 做那个逻辑判断的话 那其实比较简单就是 这个地方 把这一行强制跳离 跳离之后的话 就不会执行 我们来试一下 执行 OK 然后再试一下 刚刚的话 我们的那个15 它好像会多移一行 现在会不会Enter 这个Break可能要拿掉 因为它Break就跳过了 所以跳过它 那就执行下面这样 所以这个Break可能要拿掉 再一次 假如说Break下一个15 Enter 有没有 它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 就是会直接从这边就中断了 不会再跑下面这一行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两个 两段程式的话 其实云端上有放 所以原来是这一段 有没有 有True Force 有没有 的判断 但是 本来我大概就写到这 同学就问 老师会写简单一点 好像感觉这边多一个逻辑判断 程式多好几行 干脆从那边中间断掉就好了 所以后来就想说 再改一个什么 用那个 Oasis 清简程式 所以多一个这个 清简程式部分 它主要就是 把那个True Force部分拿掉 所以这边给各位参考 画面先还给各位 底下还有那个 可以用制定函数的方式解 但是这个我想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也许 用制定函数来解 也是一种简化程式的好方法 其他的话 当然后面还要补充 用VBA来写 其实同样的程式 VBA也写得出来 而且差异性其实并不大 可以试一下